周末假期终于来临 观众朋友是不是想说终于结束这个礼拜了 但您知道麻在欧美呢 已经有公司开始实施周休三日 也就是一个礼拜只要上班四天 礼拜四下班就可以开始放假了 这些事先事办新制的公司 他们实验心得是什么 带您一起来看 周休三天 每周上班四天就好 这个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工作模式 疫情过后逐渐被牢固双方所接受 这项倡议由总部位于纽西兰的 非营利组织全球一周四天所提出 已经在许多国家和产业 完成好几轮的实验 最近发表初步研究报告 结果非常成功 参与的公司不论是员工生产力 或是营收业绩 各方面绩效都比过去更好 都愿意继续维持这样的工作制度 当我们谈论四天星期 我们在心里 是一个平均的工作周期 平均的职业绩 但保持或增加 现时的功能 我们称为180-100法律 100%的职业绩 80%的时间 但除了我们保持平均的 平均的5天的功能 有着上百人团队的 美国募资公司Kickstarter 9月结束了为期半年的 一周上班四天的实验计划后 决定永久采用这样的工作制度 因为员工工作效率提高了 更具向心力 降低了流动率 上门求职者也变多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兴奋 非常感谢 他们比较联系 人员比较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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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必须要看 你的社会工作的方法 我们的工作人员比较短 或是在第一个地方 我们的工作人员比较联系 要把他们的工作 需要较联系 四天星期的一系列 工作四天计划 持续在欧美纽澳 数十家公司试行 从美国 爱尔兰和澳洲 初步搜集的资料显示 在为期十个月 规模近千人的实验中 参与的公司营收 比实验前增加约8% 员工缺勤也从每个月 平均0.6天降到0.4天 在总分十分的 营运效率影响判断上 雇主给出7.7分 整体评价高达9分 一周上班四天 不仅对雇主有利 员工幸福感也同时增加 还能让通勤减少 对环境和社会好处多多 不仅有更多时间 休息做料理 周六三天还能让员工 获得充分休息 工作带来的压力 疲劳和焦虑获得疏解 顺便品质大幅改善 几乎所有受策劳工都表示 希望这项 有一身先名的制度 能够延续下去 当我们的目标 我们在工作后 在未来的疫情 我认为它是最大的问题 在未来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 货币的性质量 是货币的 货币的 货币的货币的 货币的社会 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是货币的货币 最终的环境 是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一場疫情改變了勞工的思維 面對全球大缺工 雇主也在重新思考 隨著時代進步 如何創造員工福祉和工作效率 雙贏的環境 經歷時代表人們說出6-5天 你曾經對6-5天的同樣的議題 如今人問問4天的4天 他們問問公司能力 在一個比賽環境中 他們說出國際競爭 當然是瘋狂的 人們會工作5天 賣6天 這些是我們聽到今天一樣的事情 經紀新聞親愛 共林奇報導 我們確實一週只要工作四天 可以休三天 聽起來真的很幸福 也代表遇過的人 週休日對他們來說是回不去的 所以經過週休三日實驗之後 員工怎麼想呢 就試問了 可以回去週休日嗎 有超過四成人表示 如果要這麼做的話 他們要求加薪是26到50% 那有13%的人則是認為 加薪26到50%太少了 加薪50%以上才會願意考慮 另外13%的人則是說 想都不用想 沒得商量 就是回不去週休二日 那麼談完了美洲工作天使 就來看看了 一整年工作幾個小時 其實日本還有南韓 長期以來都是因為高工時 而背負過勞形象 但真的數字會說話 從數字來看 台灣勞工的全年總工時 比日韓還要更高的 我們先看到亞洲部分了 最大經濟體德國 德國的每位勞工 去年一整年的工時 平均下來大約是1350個小時 英國接近1500個小時 那芬蘭才被認為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度 大概是1520個小時 那麼在歐洲以外的國家方面 我們就先看亞洲 你看看日本 日本大約是高於1600個小時 那麼澳洲是逼近了1700個小時 在美國的工時也是高的 將近是1800個小時 那麼南韓則是比日本還要更多了 南韓是超過1900個小時 你會發現台灣怎麼還沒出現 因為這些國家比起台灣都不算省 但就勞動部統計了 我們台灣勞工去年的總工時 你沒有看錯就是最後高達了2000個小時 比前面提到這些國家 工時都還要來得更長